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约翰一书第三章 我把那个焦点放在第11到第18节 这个的段落是谈到彼此相爱的信息 在第11节当中,作者就说 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信息 从起初所听到的信息 这也加强了这一根的内证 证明说这一卷的书的作者是跟约翰福音的作者是靠近的 若不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同样的一个群体 或者约翰福音作者的徒弟,或者门徒等等 那么因为在福音书当中 耶稣讲到,或者记录耶稣讲到要彼此相爱 赐下新的命令,要彼此相爱 好像耶稣爱门徒一样的那种的相爱 就出现在约翰福音当中 而这个的段落就谈到这个的信息 再一次的唤醒读者回向主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 在这个段落当中也加上了一些旧约的色彩 在讲过这是一个一开始所领受的信息之后 就提到一个反面教材 一个的反面的例子 那就是盖颖 我们对盖颖的记载应该不会太过陌生 这就是盖颖是亚当跟夏娃的孩子儿子 那么盖颖还有他的弟弟亚伯 两个人都献祭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看中了 这个亚伯的献祭 盖颖就非常的妒忌愤怒 上帝尝试去安抚他 但是他却是容许怒气 那种嫉妒的心在他里面不断的燃烧 有一次终于就把亚伯给杀死了 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的经文 在这段经文当中 在创世纪的那边就记载说 上帝看中亚伯的献祭物 没有看中盖颖的祭物 但是在约翰一书这里的解释 就提到盖颖一开始就是属于那恶者的 他杀了自己的弟弟 为了什么缘故呢 经文提到说 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 而地理的行为是正直的 这是一种的诠释 从犹太人或者是信仰的角度来去诠释 创世纪那段的经文 创世纪那边虽然没有讲 这一个该隐的祭物是不好的 他只说上帝选的弟弟的祭物 但是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这里 就给我们看见 似乎如果这个诠释的角度 我们讲已经解禁这个诠释的角度 从这边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 该隐上帝选亚伯而不选该隐 并不是因为上帝的爱好 各个人的喜好 那是因为该隐本身就不敬畏神 他的行为是邪恶 弟弟却是敬畏上帝 弟弟的行为却是正直的 这是一个反面教材 没有相亲相爱 没有彼此相爱的反面教材 两兄弟应该彼此相爱 但是因为该隐是邪恶的 属于那恶者 却把正直的亚伯给伤害掉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因此在接下来的经文 作者就提醒教会 提醒信徒 他说如果世人恨你们 那就不用感到惊讶 因为我们已经是猝死入生 如果那两兄弟都能够因恨 而把其中一个给杀害掉 那么世人如果恨基督徒 基督徒不必感到惊讶 因为我们本来就站在不同的立场 本来就站在不同的出发点 在前面的经文 谈到说我们不要贪爱世界 因为贪爱世界的时候 这一个爱主的心 爱上帝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约翰福音也好 约翰书信当中也好 世界这个字并非指一般中性的社会 约翰福音书 约翰书信里头 都指向那种抵挡上帝的势力 换句话说如果圣经讲我们贪爱世界 那不只是贪爱这个一般的世界 他是在讲贪爱选择了抵挡上帝的能力 那么请问爱上帝的心又怎么会在我们当中呢 因此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提到没有爱心的时候 因为整段的信息在整段的经文是在讲彼此相爱 先提该隐作为一个反面的教材 然后谈到世人会对信徒的恨恶 然后就提到如果没有爱心 在第14节讲说 那么就是住在 人住在死中 或者我们也可以用保罗的角度 人住在罪恶里面 罪恶 死亡 那就是对上帝的信息真理 那不再有回应的那一个人里 人住在死亡当中 没有爱心的 正是如此 还有呢 没有爱心的 那也就没有上帝的爱 在他当中 第17节讲到如果 有许多世上财务的 但是却看见自己的弟兄 教会的弟兄 自己个人的弟兄 缺乏 却不官了这一个 侧隐之心 不去怜悯人 那么上帝的爱 怎能住在他里面呢 没有爱心 就死在罪中 人自然死在罪中 还没有活过来 没有爱心 就没有上帝的爱 住在里面 因此 整段的经文 再次的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把那个焦点 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说什么 他说 第16节 那边讲到 基督为我们舍命 我们就从此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该为弟兄而舍命 我们并不是抽空来去想一个的标准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那就是我们的标准 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了那个的榜样 他怎么样的爱我们 甚至到一个的地步为我们舍命 圣经说 我们就从此知道何为爱 因此来到最后的时候 这段经文也是我们熟悉的第18节 他说 兄弟们 弟兄们 孩子们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 总要以行为和真理或者真诚 给表现出来 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愿意为门徒 愿意为爱祂的人 爱我们 我们这些祂所爱的人 来摆上自己 因为神也帮助我们 那我们的家庭也好 我们的教会也好 以上帝为中心 以神的标准 为彼此相爱的目标 愿主帮助 愿主带领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能够在祢面前学习相爱 因为唯有祢是我们的帮助 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